好,第三类会耗掉我们ATP能量的这个生化反应叫机械性运动 其实它指的就是我们的细胞骨架里面的蛋白质被磷酸化或去磷酸化 受成它蛋白质的构型改变 一改变就造成胞气被拉动啦 或是细胞膜往外凸往内凹楼等这些所谓的细胞骨架的变动 通常是透过一些蛋白质叫运动蛋白 这些运动蛋白都是细胞骨架那个蛋白 你的磷酸化或去磷酸化改变形状 造成我可能这个运动蛋白沿着尾管移动 拉动的胞气移动 或者是呢我拉动我的防锤丝 然后染色体往后拉防锤丝也是尾管也是细胞骨架 或是引发边毛线毛的摆动 边毛跟线毛也是尾管构成的 或者是我的细胞膜往外凸伸出尾竹或凹进去 那另外就是骨骼肌收缩 骨骼肌里面富含了一些所谓的细胞骨架 它可以有效的让肌肉细胞缩短 那骨骼肌收缩是如何进行的 我们现在来看以下这个反应过程 先看骨骼肌 我们的骨骼肌需要储存很多能量 因为骨骼肌收缩 透过机械气运动要耗能的 那一般我们的骨骼肌形油软呼吸 可以产生30个ATP 因为它是一般细胞 会有能量折损 不会产生32 而又产生30 好你在休息时你产生了ATP就放着吗 难道不能储存更多吗 他们的办法是这样 我们的肌细胞当中有一群物质叫肌酸 你看这个名字真好记 肌肉细胞内它是酸性物质 就叫肌酸 它可以跟ATP作用之后 让ATP的磷酸根转移到肌酸上 形成磷酸基酸 磷酸基酸平常就累积在你的肌肉细胞里面 当你开始耗能的时候 哇ATP耗掉了 走吧ATP不够了 这时候的磷酸基酸 就可以把二磷酸线杆 把磷酸还给你 让ATP磷酸化成ATP 就让你回生 好所以一个肌细胞除了累积ATP之外 它也会累积磷酸基酸 而磷酸基酸本身不能提供能量 它必须再转变成ATP 才供肌肉细胞使用 所以当你的肌肉在收缩的时候 先耗费ATP 不过时由磷酸基酸 转变成ATP 继继续支持ATP的量 再不够呢 就要进入 乳酸化效 因为你现在 当然你可能有糖类 然后行有氧呼吸 如果这样氧气还够 就有氧呼吸赶快产生 但如果你剧烈运动 氧气已经耗光了 然后血液 公益的氧气又不够 你就会进入乳酸化效 所以骨骼肌刚收缩时 还有机会有ATP 还有磷酸基酸 先行有氧呼吸 氧气耗尽 才会进入到乳酸化效 乳酸化效是发酵 它的效率比较差 好 这是肌肉细胞 那讲到肌肉细胞的收缩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在过去 动物组织 学过以下这个细胞骨架 来咯 我们的肌肉细胞 我们当时解释 为什么肌细胞会有 横纹肌的横纹 我们说呢 在这些肌肉细胞里面 有很多蛋白质 我们当时画这个图 这是日线 日线跟日线之间 有些蛋白质比较粗 我画出粗 有一蛋白质比较细 我是不是画过这个图 给大家看过 好 这个比较粗 这个比较粗 有些比较细 好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比较粗的位置 也是比较深 就是A带 就是暗带 那这边呢 也是比较亮的 就叫做I带 就是亮 亮带 明带跟暗带 所以一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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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现了横纹肌的横纹 骨骼肌跟心肌 就是因为这些蛋白质排列紧密 排列整齐出现横纹了 好 其中这个比较大的 跟这个比较小的 它会造成电子传递过程 就是电子穿过去 电子显过去 或光传过去 出现横纹 好 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放大给大家看仔细了 来 我们现在以这个图来做说明 就是 好 刚刚说中间那个粗粗的 粗粗的 粗粗的 这个粗粗的东西呢 我现在把它画得仔细一些些 就是中间这个紫色的 它我们当时学过它 它叫粗基斯 基细胞中的丝状蛋白叫做粗基斯 因为它比较粗 粗基斯呢 一般在细胞内是不会动的 所以它又叫做 基凝蛋白凝固不动 基凝蛋白 好 各位这些名词 我们当时在动物组织 介绍横纹石 我们都有说过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那这个比较细的红色的呢 就叫做细基斯 它比较细嘛 细基斯 而细基斯呢 它会动 所以它又叫做 基动蛋白 它会动 好 那为什么它会动 我们过去在学那个 呃 这边就是A区 就是暗带 旁边这边到这边都是I区 叫做明带 一明一暗 我们只有用明带暗带 它如何收缩 如何疏扎 来解释什么叫横纹 今天要跟大家解释 它是如何收缩变短的 如何产生相对位移的 好 我想把这个粗基斯 放大 粗基斯不是光滑的 它有些头伸出来 这个头呢 就是粗基斯的头 有点像高尔夫球感 好 我们就看这个粗基斯的头 首先一开始 粗基斯的头连在细基斯上 粘住了 两个就我抓着你 你不能动 我也不能动 后来呢 ATP一连上去这个头 它就脱落了 ATP一连上 这个粗基斯的头 就脱离了细基斯 就脱离了 好 然后ATP呢 就水解成二磷酸 先干二磷酸 跟ATP水解 变成两个分子 一水解 这个头又连回去了 又连回去了 连回去之后呢 我的这个二磷酸 线干跟磷酸根 脱落 一脱落 放出能量 让我的这个头 开始往左边推 就产生一个推动力 让你往左边移过去 好 各位 这个图是在这边 框起来的位置 好 这边呢 我把我的契基斯 往左边移 往左边移 这边呢 往右边移 往右边移 不就把Z线 靠近了吗 两个力尖就靠近了 我的肌肉 好几个肌小节 都往里面收缩 整个肌细胞就缩短了 所以现在给各位看了这个 就是为什么肌肉 可透过这些细胞骨架 透过耗能的方式 就可以缩短 是因为出几肌丝上面这个头 就是一种运动蛋白 它呢 接上ATP会脱离 分解成两个物质会连回去 然后这两个物质一脱落下来 放出能量就往右边一推 这个就是一个运动蛋白 好 这个过程不断的反应 各位可以想象 头连上 水解 头先连上ATP就脱落 然后水解连上 然后脱落磷酸根跟二磷酸线根 往右推 ATP再连上又脱落 然后再加上 在水解再连上再推 就是一个连上推脱落 连上推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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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不断的推推 你就在这边推推推 就一路缩短了 缩到最短 好了 那我们直接是用 我的两个手臂为例 好像缩缩缩 我两个手臂缩短了 日线靠近 缩缩缩 这就是我们细胞骨架中 这个粗鸡丝跟细鸡丝 如何在细细胞内 透过耗费ATP的方式 产生机械性运动 产生相对胃移 就是机械性运动 包含之前讲的一些运动蛋白 拉动了囊炮在胃口上移动 也是机械性运动 它透过一些形态的改变 造成胃移 这是所谓的机械性运动 好 这边就是收出的机制 好 这个机制呢 有个名词 我把名词写在这里 有人叫它横巧 因为这个粗鸡丝的头 不是连过去 好像桥连过去了 叫做横巧 但它会滑过去 一推就滑动 所以叫横巧滑动假说 我因为横巧一推动 让你的这个契机师 被往右滑动了 所以这个理论 或这个机制 就叫横巧滑动 或者叫滑动假说 好 那这个图 我们讲完了 我最后用这个图来补充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现象 你们知道动物死掉之后 它的身体会逐渐慢慢变僵硬 这个现象叫丝僵 尸体会慢慢变僵直 就发现一组关节动不了 变得好硬 这个图可以解释原因 当动物死亡之后 细胞死了之后 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氧呼吸了 所以ATP就开始减少 对吧 ATP一减少会发生什么事 照理说你的头一连上了细机师 就连住了 你必须接上ATP才能分开 结果现在ATP没有 所以你就只能一直连住 你的初机师永远跟细机师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就不能产生相对位移 肌肉既不能缩短 也不能拉长 不就肌肉硬邦邦 那就是湿僵 湿僵是来自于 我不能进行微软呼吸 细胞内ATP开始变少 一变少 我的这个初机师的头 无法脱离细机师 就造成这些蛋白质粘得很紧 无法被拉长或缩短 就不能产生相对位移 好那继续 我们的尸体刚死一阵子之后慢慢僵硬 在死更久之后 又变软了耶 为什么 开始可以搬动了 因为这边被腐烂分解 被细菌或消毒分解 这个头都破掉了 被腐烂掉了 所以通常当尸体开始变软的时候 通常就开始有些味道出来了 腐烂的味道 然后会有失败开始出现 以上我们就利用机构收缩 这个横桥滑动这个理论 介绍为什么在机械系运动上 可以有耗能的方式 来造成机械系运动 然后再次进行械系运动